2019年初,仍然有消息称HOLOL12即将面试,而现在微软的下一代MR头衔也有了新动作。 该公司今天在巴塞罗纳举行的2019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发布了媒体活动邀请函,其中将有一位特别值得关注的发言人,Alex Gipman,一位以HOLOL工作而闻名的微软技术研究员。 该活动计划于当地时间2月24日下午5点,CET举行。 Mailowin称该活动声称,微软已选择高通骁龙850作为HOLOL12的处理器,使其能够提供永远在线的PC功能。 截至2018年6月,有传言称新款HOLO将使用终端,专与混合现实油化的骁龙X21来在提高性能的同时,降低价格。 不过高通随后推出了高性能的骁龙8CX和骁龙855,分别用于高端PC和移动设备。 芯片选择将成为HOLOL12的一个关键决定。 据报道,第一款HOLO售价仅为数万台,后来主要销售给企业用户,原因是价格高达3000美元至5000美元,而且其增强显示功能有限。 虽然该适备是完全独立的,并且能够在一个小而不影响视线的窗口中显示应用程序,但竞品已经发布或显示了更好的屏幕和更强大的处理器。 MWC活动的期盘演讲者,可能包括微软首席执行官SatinoDele和云平台副总裁Julia WeeTi. Surface首席执行官Panel Spanning预计不会发言,暗示有关微软平板电脑,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的新闻,不会出现在该会议中。 资讯编译字,VentureBeat 87,970编译文章,转载是著名来源及链接,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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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